有一点像我们生病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去找医生吃药 那这样才可以调整改变 让我们不生病比较舒服一点 那就是我们研究佛法 讨论佛法 那就是去拜佛的目的 那当然佛法有两个目的 就是说自己离开痛苦 这是佛教的基本 那第二呢 帮助其他人 包括各位我想你在写牌位 帮助妈妈健康 帮助儿子好好读书 帮助那些已经往生的 这边有黄色的牌位 或甚至这边有流产胎儿 儿童的牌位 那帮助他们离开痛苦 那所以佛法就会分说 各位听过了 小秤佛法跟大秤佛法 那小秤讲的就是自己 帮助自己离开痛苦 那大秤讲的就是 帮助英国人 帮助众生 帮助墓墓区 帮助动物 离开痛苦 当然这里面所谓帮助 有人说 有啊 我有帮助狗啊 但是你还在吃猪肉啊 那不是说 他这个帮助错 而是说 他还没有达到空性 空性就是平等的意思 对狗来讲 对妈妈来讲 对儿子来讲 他们都是平等 要离开痛苦的 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 那这个叫大秤 大秤 当然讲到大秤 不能够离开小秤 就是说 你一定自己认识 自己有痛苦 你想要帮助自己 然后就像妈妈肚子痛过 他才知道说 我有儿子肚子痛很痛苦 那刚刚讲到妈妈 这就是大秤最重要的 叫慈悲 那如果你问我说 那师父修什么禅啊 空性啊 大圆满啊 很多人在研究 各种佛法的名相 那是什么意思 那个意思 不是光知识的意思 那个意思是说 所谓空性啊 禅啊 大圆满啊 大手印啊 金刚秤啊 在修秘中 那是什么意思 那个意思是说 你把每一个生命 都当作亲生的妈妈跟子女 而且有那种感受 你看到他就 有那个感受 那个叫已经正的空性 如果你各位 我们嘴巴一直讲 空啊 禅啊 很会讲啊 然后啊 就看到一只 一只动物跌倒了 老人跌倒了 你不管他 那代表这个人 还不懂佛法 所以用我们今天 大家一起来 研究佛法 那不要把它当作 我不太喜欢用研究 应该用的是 修行佛法 英文是practice 你要去做 佛法不是拿来 讨论 研究 那这样 我想没有人会把 妈妈的病 两个兄弟在那边开玩笑 你看妈妈病得好苦啊 不管他 不可能 但是有些人会把佛法 拿来讨论研究 那就会批评 哪个不对 哪个不对 但是他 没有把这个佛法 用在他 生命里面 没有把这个佛法 用在心里面 那 那像在英国 有天主教 基督教 那有些人也会问说 那天主教 基督教 是佛法吗 帮助 所有 生命的方法 都叫佛法 都应该要 学习了解 你不可能说 我是一个佛教徒 我是个天主教徒 那我就不要做医生了 医生就是佛法 煮饭的就是佛法 那各位现在 坐在这个空间里面 很舒服 很安静 还有空调 那个就是佛法 所以佛法分成 世间的佛法 还有初世间的佛法 那这些都要学 就像各位今天 为了要 我们要办这场法会 刚刚我问了 这个法会的名字叫 念一下 大爱的行动 太好的名字 不是小爱的行动 不是买花送给女朋友 大就是没有分别 行动 action 它不是讲在嘴巴的 并不是我们在这边 大家听完佛法 那我们就回家了 不是 然后你就要开始去关心 就像刚刚我出来 我看到几个人 在帮我们整理房间 然后你心里想 助他发财 最好给他十块小费 那叫大爱的行动 他一定很快乐 你的棉被折起来 就一定更香 那我想佛法 他必须产生这些 所以 现在有一个爸爸 抱了baby回来 这个叫大爱的行动 因为你要有行为 去帮助他 但是 你抱一抱 抱错小孩子 还回去 那你这个人就 没有空性 就是有分别 我的小孩 我要特别抱他 然后我不能抱错 就像抱纸在抱的 有一个爸爸 他去检查 他觉得他儿子 怎么越长 跟他不像 他养了十多年 这真实的故事 然后就医院检查DNA 一查一查 真的不是他儿子 他气死了 那个时候叫挣扎 我爱他爱那么久 他居然不是我儿子 然后他居然就 不爱那个儿子了 很恐怖了 那什么叫佛法 佛法就是 真正的佛法是什么 一个隔壁的小孩 你很讨厌的 但是哪一天你觉得 他好像是 你过去死的爸爸一样 所以 你居然忽略地去爱他 你觉得很惭愧 所以你就开始 很努力地 去弥补过去 这个忽略自私 那这个叫佛法 所以我的意思 就是说各位 我们学习了这个法 这个法 你要讲 你要讲什么法都没关系 天主基督教 你要说神的方法 佛的方法 那你要用什么名字 都没关系 那这个佛的意思 它是代表一种 完全地了解 这我们叫觉悟的意思 完全地了解 那这个完全地了解 是不分宗教的 这样 它只是一种 对一个真相的了解 因为了解就产生了爱 过去你不爱了 你现在要去爱他 去关心他 但是如果你不了解佛法 你就还有恨 你就觉得 他对我不好 我要打电话去骂他 那各位来 各位念一次 别人就是自己 这个就是佛法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那你骂别人 就是骂自己 你对别人好 就是对自己好 那佛教里面 各位听过 善有善报 恶有 恶宝 那就是佛教的 第一个智慧 就是因果 你去 你赚钱 结果你去 伤害到其他的生命 虽然你可能 赚到钱了 但是你可能 也伤害到自己 可能伤害到别人 所以就像 如果我们 从事杀猪的行业 那天有一个人说 我们过去养牛了 但是我们对牛 非常非常好 他的痛只有七秒钟 咔嚓 他就不痛了 我说你问问牛 好不好 他说他死了 怎么问 我说这你就不了解了 那个牛 七秒钟被杀掉 但是他那个痛跟恨 他是连续的 就像我现在 拿一只刀 砍你屁股一下 那你可能 好几辈子都在恨我 再来 你那个痛 痛到你心里面去了 你会永远 很怕 想到那个痛 就很恐怖 并不是人类 伪造猪来了 各位知道 现在的人类 伪造 伪造 或是不明白 真相 他就认为 那个没有痛 死了就没有痛 就像在台湾 也发生过一件事情 有一个爸爸 他生意不好 太太离家出走 丢给他三个小孩 他觉得 生命有一点痛苦 他有一天呢 他就拿刀子 把他的小孩子 从心脏上插下去 然后他小孩子 在挣扎 他就跟他小孩子 爸爸爱你 忍一下就 永远没痛苦了 这样一下就 永远没痛苦 然后就把他插下去 那其中有一个 没有很 马上死掉 他又用枕头 给他闷了很久 那伤害小孩子都死了 然后他的爸爸 认为他爱小孩子 他们不用再跟他 这么贫穷 痛苦了 然后他自己也自杀 非常悲惨 所以我讲这个各位 因为 不了解真理 叫没智慧 就会做出这种 很愚蠢 很恐怖 很痛苦 我们也替这个爸爸痛苦 因为他认为 他就是 让他不要痛苦 就像现在有人在 谈论安乐死 在欧洲国家 一个人已经70多岁了 他已经 有一点生病 他认为活得 对他就是永远痛苦了 他可以申请安乐死 那有些人 甚至医生还认为说 对 这非常道德 他不用痛苦 也就像说 以前的人对马 摔伤了 不能医了 主人很爱这只马 所以拿着枪 啪 你没有痛苦了 我爱你 所以我想各位 佛教特别重视智慧 如果你没有智慧 你爱他 反而伤害他 而且伤害到很重 甚至让对方 恨你好几辈子 所以有了智慧 才能够产生 真正的爱 慈悲 没有智慧 然后你就会产生恨 就会 一种对立 所以 当然就像做一个 最难听的比喻好了 有一个太太 有一天跑来跟我哭 她说师父 我很爱我先生 我很爱我先生 但是他为什么要对不起我 他外面有小山 这个是很平常的事情 那我说 我就跟他开玩笑 你很爱你先生 他说对啊 那你先生很爱他 所以你也应该很爱他 说师父你乱讲话 我说 我只是做个比喻 那你为什么不能很爱他 因为那个女人跟你一样是女人 而且他很痛苦 你是老大 你看你还叫他小山 他比你身份低 他更痛苦 他说他还生一个儿子 我说 你有没有生过小孩 他说有 你看他为你先生 你所爱的人 又那么痛苦的生一个小孩 他好伟大 那他一直很痛苦 那当然我会让他觉得很痛苦 然后告诉他 你为什么会痛苦 我说你为什么会痛苦 不甘愿啊 对 因为你不甘愿 因为你自私 因为你用你的 没有智慧的了解 把爱当作一种 占有控制 我先生是我的 不是别人的 所以你很痛苦 而且你现在已经在拜佛了 因为他也在吃树 也在拜佛 那你居然在拜佛了 你居然不了解佛法的道理 然后你看你这么痛苦 如果你是拜佛的人 那你应该相信佛陀 你应该跟佛陀学习 那我就问他 请问佛陀的爱是 自私的爱还是平等的爱 我再问一次各位 请问佛陀的爱是 自私的占有的爱 还是平等的爱 right 正确 那请你皈依佛陀 佛陀的法 是平等的 这样就没有痛苦 因为你皈依佛陀 你就是希望没有痛苦 那你为什么要让自己痛苦呢 你让自己痛苦 搞不好你先生看你这样 发飙骂他 就真的跟你离婚 然后跟他在一起 那你不痛苦一辈子吗 那如果你能够这个时候 不要用自己的想法 你这样 皈依佛法 不要皈依想法 不要皈依自己的想法 对不对 那个时候你要 你这样 放下自己 皈依佛法 因为你加入了你一个 自私的感情 甚至你想要去告对方 伤害对方 甚至各位看过网路那个片子 大老婆到外面跟踪 终于找到小三 当街把她抓出来 打衣服八光 这样